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出艺术家系列最新的一本书 题目叫做《朦胧的恒星》 李奥纳多·达文西 在这本书里 我们很详尽地讲述了 李奥纳多·达文西 在她的一生当中 走过的崎岖的路 她的思考 她的成长 她的不断的学习 以及她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在她的艺术世界里 我们一定会想到 在罗浮宫的几幅作品 其中有 大家都熟悉的《莫娜丽莎》 说到熟悉这两个字 不是我们看看 那张画 然后用手机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像 那就是我们熟悉了 我们并不熟悉 《莫娜丽莎》这张画 李奥纳多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她从1504一直到她的生命结束 1519 这中间15年的时间 《莫娜丽莎》没有离开她的事业 她的晕途之法 在《莫娜丽莎》的脸上 留下了38层的痕迹 这38层的痕迹 表露了 《莫娜丽莎》对于艺术 对于哲学 对于神学 甚至对于水文学地质学的 全部考量 所以当你走到这幅画的前面的时候 你如果站在这幅画的一侧 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张微笑的脸 但是你走到另外一侧 你会看到一张悲伤的脸 所以你会感受到 《莫娜丽莎》内心复杂的世界 另外一幅是《圣安娜与圣母词》 这幅名作 以一个非常特别的表现 来传达了 《莫娜丽莎》对于绘画技巧的研究 它让所有的一切都动了起来 圣母几乎是坐在 圣安娜的膝上 然后她的双手 伸向她的儿子 圣安娜圣母子 她们都表达出一种欢愉 不是对未来的恐惧 而是一种欢愉 这种欢愉 是《莫娜丽莎》神学与哲学思考的结晶 还有就是动作 如何让一幅画里面的人活起来 这就是《莫娜丽莎》一直强调的线条不是重点 重点在阴影 阴影才能够让整个画面活起来 让人物立体变成一幅真正生动的 有力量的作品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只有她一个人 她的手竖起来 她的手竖起来 而且掌心对内 手指向上 这是《莫娜丽莎》 绝顶聪明的一个手势 她不同于一般的宗教的祝福手势 而是她自己的一个手势 她这个手势指的是什么 这要我们用心去想 那么还有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叫做《炎中圣母》 那么这幅《炎中圣母》 我们说的这幅《炎中圣母》 不是在大英博物馆那一幅 那一幅不完全是《莫娜丽莎》的创作 有后人继续 但是那幅作品和罗夫公的这幅 这个中间的区别就非常之大 那么在罗夫公的这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完完全全是《莫娜丽莎》自己完成的 那么在这一幅作品里面 我们看见的是在整个画面中心是圣母 圣母的右手扶着的那个幼儿期的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的小手 她面对着圣子 然后她的小手表示她的尊敬 而在圣母的左手 她也做出一个手势 她的手势是给她儿子的祝福 在她儿子的头顶上 那么在他们之间 在侧面是大天使 大天使的那个手势指向的是 施洗约翰 大天使是施洗约翰的守护者 所以她用这个手势来介绍给圣子 这是幼儿期的施洗约翰 这整个画面使得这四个人物 他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有一种默契在 而那些动作 而手势 让人觉得好像能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 这是辽纳朵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表现 除了这些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品之外 我们还要想到一幅壁画 这幅壁画在米兰 这不在巴黎 不在罗马 在米兰 在意大利的北部 伦巴迪地区 大家都知道 艺术史家都说 在伦巴迪地区 在历史上 出现过两位最伟大的艺术家 一位是Leonardo Da Vinci 另外一位是Kalavachio 少年时的Kalavachio 来到了米兰 来到了圣玛利亚 圣玛利亚 感恩修道院的食堂里 他曾经长时间的坐在那个木凳上 面对Leonardo的巨大的作品 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 在中心是耶稣 在他周围 是他的十二门徒 Leonardo把这十二位门徒 分成四组 每一组三个人 这三个人的手势 动作表情 都在提出或者回答某一个问题 耶稣说了一句话 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个人 要出卖我了 针对这句话 十二门徒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而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他用了世界上最精致的比例设计 所以整个画面是活动的 你可以看到那十二门徒的表情 他们所说的话 甚至听到他们所说的话 这样子的技巧 是Leonardo非常非常独特的 同时他也在米兰的这个大公爵 斯福尔扎的城堡里 留下了他特别伟大的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是整个一个厅 这个厅叫做桑树厅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桑树厅仍然在恢复中 而桑树厅也继续带给我们 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途径 谢谢大家